還沒有開賽 但是看起來統神的挑釁意味很濃厚 但是BOMBAN是不為所動 可以再靠近一點點 嗚呦 我們這一次兩位的出場費 那我們是有到 WOW 全上2020的主秀嘉賓 BOMBAN 在另外一位登場之前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他說的 希望他一拳可以把我灌倒 不然倒就好了 第二位主秀嘉賓 亞洲統神 事件風波之後 第一次在媒體面前 算是公開亮相吧 現在心情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的心態 不是我只是說會不會 例如說可能有點緊張啊 或者說會不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這樣 不會啊 我唯物天理公義啊 第一個是我缺錢 第二個是我看到 我不爽的人我就想扁他 我扁不到頭椅子我就扁他 我覺得你這種人沒有被扁過 真的不知道什麼叫怕 賴皮豬聽好 你攻擊這麼多 然後很怕被我修理或幹嘛 我跟你講私底下不會動你 不用擔心 這場全賽如果我輸了 我退出自媒體 YT關掉 抖音 IG全部鎖掉 敢不敢接 說不定BOMBAN退出了 換成什麼 POMBAN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換成BOMBAN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你真的是賴皮豬耶 這你也能拗喔 啊不然呢 我就問你敢不敢接而已 那麼多廢話幹嘛 你要接什麼 我輸了我退出自媒體啊 你輸了退出自媒體啊 關我屁事啊 你去死也跟我沒關係啊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OKOK沒關係 不敢接就算了 來我跟你講 我早知道你不敢接我 我準備第一 你去死都跟我沒關係啦 閉嘴 現在是我在講話 都不懂尊重別人啦 不懂 有些人值得尊重 有些人不需要 閉嘴 來我現在要跟大家宣布第二件事 什麼意思好不好 我早知道這賴皮豬 在我來講話 所以我準備第二件事情 你給我閉嘴 現在是我在講話 真的有你講話的時間 第二個就是 如果我今天打出這隻賴皮豬 好 我會拿出50萬 捐贈公益團體 那如果今天 賴皮豬你打贏 50萬 你沒有 我幫你出 一樣捐贈 50萬 這麼少 你值多少 不是啦 你現在值多少 你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告訴我一下好不好 不是啦 我打贏 對不對 我打贏 你錢給我嘛 我很缺錢 好不好 那你打輸咧 蛤 我打輸 那是你的程度 我幫我屁事 那我跟你講 你輸給我一半就好 25要不要 25太少了啦 我覺得我們擴大比 比住啦 什麼50萬 500萬啦 500萬啦 500萬 你說到做到 你有500萬嗎 我 我怎麼沒有500萬 你瘋了嗎 你輸我 500萬 好 我輸你250萬 我跟你講 我們就 他剛剛說什麼沒聽到 100萬好不好 100萬 你贏我 100萬 我贏你 我贏你 100萬 你贏我50萬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接 77.86 118.6 量級這個 在體重 在群體裡面是非常影響的 所以我會盡量的去減重 可是我應該不會去收位啦 還沒有開賽 但是看起來統神的這個挑釁意味很濃厚 但是蹦板是不為所動 可以再靠近一點點 剛剛這個 宛如什麼鐵拳